早上好,我是敏和 欢迎收看今天9月30号的《百个城报》 如果你的亲戚需要你来捐肝救命 你会二话不说答应吗? 现实生活中就有那么一位知恩图报的善良女子 就算没有血炎关系 也只因为感念老师在她13岁那一年 用心教导过她,让她一直铭记在心里 14年后,女子已经嫁为人妻,拥有稳定的工作 得知老师生命危在旦夕后,立即二话不说 捐出自己超过一半的肝脏,报答感恩老师 今天新洲和光明日报头版都刊登了 这名人美、心地更美的沙巴卡达山杜顺族女子 玛丽罗伯 她受访时透露,她跟老师已经有14年不曾见过面 但是老师的教会一直铭记在心里 因为13岁那一年,她的数学成绩很糟糕 不过数学老师庄世华给她很多建议 并且额外花时间给她补习 让她的数学进步了很多 终于及格获拿C 玛丽罗伯已经完成肝脏的移植手术 并且休养39天后重返工作 而接受肝脏移植的数学老师庄世华 没有出现排斥现象 目前还在台湾的慈济医院留院观察 接着是《前锋报》和《新海峡时报》 在头版报道马航MH-17客机被击落的中期调查报告 《前锋报》标题引述澳洲总理特恩布尔指出凶手必须受到法律制裁 包括涉及的国家俄罗斯 而《新海峡时报》的角度采用荷兰检察官公开两个人的名字 他们是说俄罗斯化并且涉及击落马航MH-17客机 另外《中国报》头条刊登的是僧多州少的公务员直缺 截至今年8月有140万人申请公务员 不过录取名额只有1万1000人 根据今年1月到8月的统计 申请公务员族群包括113万6636名马来人 46443名印度人和其他种族 以及24898名华人 华裔申请的人数最少 来看其他新闻 竞选盟2.0指出 为了防止发生选民权利遭剥夺的问题 选委会必须实行选民自动登记制度 也就是按照国民登记局已经有的选民资料 实行自动选民登记的程序 竞选盟2.0说明 自动选民登记不等于强制投票 而选民也不需在投票日前夕 花时间去进行登记 这么做是为了解决还有400万合格选民 至今没有注册的问题 另一方面 选委会主席哈欣阿都拉否认 在野党说9月30号是登记大选投票的最后期限 哈欣强调 选委会推行常年登记选民的制度 换句话说民众在2016年9月30号后 还是可以继续登记成为选民 来看下一则 四只指头发黑的女生沙基拉 在西加墨圣约翰旧伤队家庭护理组的劝导下 毅然面对截肢手术 虽然年仅12岁的沙基拉对于截肢感到担忧 但是还是坚强面对 因为她希望自己能够站起来重新走路 沙基拉将在10月4号前往西加墨医院复诊 并且安排前往麻坡医院进行截肢手术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沙基拉的脸带笑容 手里抱着小熊玩偶 不过清洗伤口的疼痛 让她忍不住流下眼泪 当被问到截肢手术时 脸上的笑容也瞬间消失了 她说她知道截肢手术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她会去面对 原因很简单 因为她现在没有办法走路 她希望自己能够重新站起来 而且她很想念同学 也很想赶快回到学校 另外医生表示 如果细菌没有扩散 沙基拉的手指指节可以保留 未来也还能够握笔写字 今天的晨报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